您能想象用渐进式患脑来延缓衰老吗 美国政府资助的一项被称为十足疯狂的研究计划 以在实验室培养的年轻组织植入大脑中 替换老化的脑部组织以达到延缓老化的目的 据报道前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遗传学家赫伯特 获得美国卫生部国家卫生院支持 砸一亿一千万美元功能性脑组织替换研究计划 利用在实验室用干细胞培养出来的年轻组织 来替换老化脑部组织 根据赫伯特的构想 科学家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已经显示具有潜力 植入的细胞在移植后一个月呈现电生理学上的活跃 能与老鼠大脑交流甚至对视觉刺激有回应 这项研究成果受到NIH的卫生高级研究计划局注意 获得纳入该局资助对象 要进一步在灵长类身上实验 最终展开人体实验 该局本周也证实聘请赫伯特担任专案经理 卫生高级研究计划局是拜登政府2022年设立的新机构 一年预算15亿美元 研究老化的ASIN生物科技公司执行长休兹 就对赫伯特的这项计划保持怀疑 表面上这听起来是始祖的疯狂 但是我很惊讶他竟能为此提出一个很充分的理由 赫伯特也坦言这并不容易实现 他表示我们距离逆转大脑老化 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但我们起码已经起步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